敲响楼下少傅的房门 大白天你怎么来了 怎么 大白天我都不能来啊 姐姐想让我什么时候过来 赵静被你的反问满脸通 你进去之后 把今天遇到王萌萌的事情 告诉了赵静 没想到赵静同情心泛滥 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 你把萌萌带来留在我这可以吗 他们姐妹俩互相作伴 可我这就孤身一人冷清得很 要不你也搬上去吧 大家生活在一起 这样你也能天天见到萌萌了 不行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再过段时间吧 那要不一起上去吃个饭吧 萌萌第一次来家里 大家一块聚下热闹点 赵静答应了你的请求 来到了你的房间 小夏小雪你们好 静姐你好 现在世道都这样了 我们作为一家人 就应该多走动走动 避免生饭 饭好了没 我都快饿死了 好了好了 赶紧来吃饭吧 五人围坐在餐桌上吃饭 吃饭期间 几个女人相谈甚欢 却没有一个人搭理你 显然 这是对你左拥右抱行为的惩罚 吃完饭后 你叫住了姜出雪 小雪等一下 我有事要和你说 我今天开出了一瓶觉醒药剂 你准备一下 你会去你的房间开始觉醒 真的要给我吗 放心吧 你的战斗潜力 我是亲自考察过了 绝对值得这瓶觉醒药剂 且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随后你和姜出雪来到房间 姜出雪当着你的面喝了下去 顿时化为了一股温润的暖流 她流经姜出雪的四肢百海 扩展着她的经脉 增强她的体质 激发她的天赋潜力 过了半个小时后 姜出雪觉醒成功 怎么样 是不是觉醒了兵器异能 姜出雪点了点头 在她的身上 散发出淡淡的含气 小雪你这性格 还挺适合兵器异能的 看上去就像天仙下满 怎么 想和我比试一下 看看自己的异能有多强吗 姜出雪连连点头 淡定冷漠的小脸上 闪过一丝狂热 那就来吧 让你现实下咱俩之间的差距 看起来还不错 可惜速度太慢了 玩而不时前奏太长 容易被发现和躲避 可是下一秒你却发现你重情 自己的双腿竟然凝结成了冰块 小雪这等战斗智慧可谓惊人 你直接发力震碎了冰块 这时将初夏赵静带着蒙蒙进了房间 蒙蒙也要快快长大 帮助哥哥姐姐们保护世界 风哥 明天外出收集物资 我要和你一块出去 没问题 不行不行 我也要出去 末世爆发这么久了 我整天待在这房子中 都快憋出病来了 别胡闹 外面危险 不安全的 哎呀 臭弟弟 人家也想要出去看看嘛 你和小雪都出去了 到时候家里有个紧急情况 谁来保护我们呢 听到赵静江魅动人的嗓音 你骨头都快缩了 好不好嘛 求求你了 拜托拜托 行不行呀 最终你破防了 你想到了末世黑科技基地车 外出的时候 就让赵静江初夏和蒙蒙待在车里 然后自己和江初雪就在前方战斗 收集物资和开宝箱 简直两全其美 好的 没问题 明天早上 我们所有人一块外出 带你们去散散心 顺时所有人开心情 虽然是靠赵静说服你的 但江初夏心里却没有一丝粗误 姐妹何必为难姐妹 大家都是一起扛过枪的人 本就该团结一致互相帮助 要姐妹花的房间 小雪 你的血脉 觉醒为冰元素异能 科研成作战 类似于法师 你想用什么武器战斗 要不给你拿根法杖怎么样 我想要轻战武器 刀或者剑都行 可以吗 当然 你选择你想要的就行 你直接从系统商城 兑换了一把冰霜长剑 又兑换了一本精通级剑法 你将剑法直接灌输给江初雪 下一刻他犹如醍醐灌你 脑海中浮现常见的使用技巧 万事俱备可以出门了 你带着江家姐妹等人 开着你的基地车触发了 到达一家大型商超门口 你和江初雪下了车 其余人留在车上 之所以赶让他们一块出来 就是凭借黑科技基地车的防护力 当你和江初雪在寻找物品时 前面出现了一大群丧尸 小雪 要不这次你来 好的 说话间 江初雪便提见上了 连续砍倒三个丧尸后 江初雪的脸上越来越潮红一片 双眼布满银银水印 这是体力不值了 不对 她的气息依旧绵长 动作游刃勇余 不像是体力不值的情况 那是怎么回事 随着江初雪砍倒的丧尸越来越多 她脸蛋飞红无比红霞密度 冰清玉洁高贵神圣 我知道了 小雪能够源源不断地 在杀戮之中获得快感 享受战斗的乐趣 小雪竟然会有如此奇怪的属性 江初雪将所有丧尸砍完之后 整个人仿佛要爆炸一般 小雪醒醒 小雪快醒醒 你一声爆喝声音极大 灌入她的脑海之中 令她恢复了一丝清醒 怎么了 你刚刚战斗的太投入了 导致自己产生幻觉 如果不及时清醒过来 你极有可能立节而亡 放心吧 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后战斗时 别太过于沉沦其中 就可以避免了 江初雪默默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突然你发现一脚宝箱刷新了 你快速将宝箱收入囊中 无风 可以告诉我 你是怎么找到这宝箱的吗 想知道 等你什么时候 自由控制住战斗的心神 不再入魔了 我就告诉你 你话音刚落 对讲机就传来赵静的声音 无风小雪 快回来 我们被人攻击了 原来在你和江初雪去寻找物资时 赵静小夏和萌萌在车内聊天 几个男子却走了过来 为首的家伙叫李贱 在基地车刚到商场门口的时候 他就被这炫酷拉风的基地车 以及貌美如花的吉女给吸引了 在他看来 你就是个富二代 靠着一辆炫酷的改装车 在这末世之中美女环绕左拥右拨 他要抢你的基地车 他要抢你的音音艳艳 因为他手里有枪 美女吗 今天无论如何 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由于赵静等人在车里不开门 他就让人砸车 没想到无济于事 又让人开枪打轮胎 可是并无卵用 面对这样轮番打击 赵静实在没办法 只好给你打电话求助 你收到赵静的信息后 迅速来到现场 就是你这跳梁小丑 敢攻击我的女人 就凭你这只小丑 也想打败爷爷我 受死吧 李剑豹贺医生向你打来 下一秒直接候补 你一招直接将其秒杀 剩下的小弟眼看形势不妙 直接当场开溜 风哥 有你在太好了 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臭弟弟 英雄救美这招 用得蛮熟练吗 回到家之后 你迫不及待打开这个精致不消 恭喜获得武器库图纸一张 一记守卫图纸一张 一看开出这两样东西 你内心大喜 拥有一记守卫 相当于拥有了海量的 一记守卫军队 这下就可以缔造你的领地了 我是基地 听起来太棒了 哥哥 萌萌也要去搬砖吗 地点优选好吗 我建议选在农村 不仅占据地理 而且丧失数量也比较少 正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 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望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好了 我们接下来 要收集建筑园材料 再囤大量的物资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就带你们去打造我们的末世基地 众人一听到你的话 对你伺候的更加卖力了 大爷可了吗 这是82年的拉菲 让小女为您道酒 主人饿了吗 给你吃草莓尖尖 我吃草莓屁屁 哥哥涉不热 萌萌给你扇风 到时候给萌萌打造个粉色的房间 好不好 果然女人才是你快乐的圆群 末世基地得加紧建设 但现在为了几个人的安全 先打造出来一剂守卫才是关键 是否消耗金币5000 以及对应原材料 打造出一剂守卫 是 打造一剂守卫 恭喜宿主 打造成功 一剂守卫001号为您服务 一个机甲战士出现在你面前 他大概有四名那么高 这体型简直比那巨型丧尸还要强 一剂守卫001号 技能制导飞弹 组合拳 可切换体积大小 有了一剂守卫之后 你完全可以命令他 守护漠视基地以及猎杀丧尸 对了 今天还有个宝箱还没找 光顾着诗燕一记守卫了 差点忘了这头等大事 正当你去寻找宝箱时 几辆大塔车突然开了过来 下来了两位警察 一位英姿萨爽的漂亮女子说道 周围就这小区的丧尸数量最少 这段时间我们就暂时住扎在这里吧 好的 陈警官 这个小区好像被其他幸存者占领了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没事的 都是姐妹 末世中本就该互相帮助 我去和他们沟通一下 陈思燕正好碰到下楼的赵敬等人 因为附近的丧尸都被你清理干净了 赵敬他们偶尔会下楼六弯 你们好 我是天海市警官陈思燕 背后是我带领的幸存者团队 不知可否借助一下小区 大坏蛋 萌萌才不会上你们的道呢 快走开 要不然等无风哥哥回来了 有你们好看的 萌萌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想要下退陈思燕等人 陈思燕所带领的团队全部女生 因为末世女性比较弱实 陈思燕将他们聚集起来抱团取暖 对男性都是集体排斥 刚刚萌萌提到了无风哥哥 这说明小区里还有个男性性存者 因为他警惕男性 曾被渣男伤过 末世之前他本是割裂爱恼 结果意外发现男友出轨 自己也被骗光了钱财 被骗之后幡然醒悟 曾立下誓言 一枪在手 杀尽天下渣男狗 正当双方在交流时 你走在前面 身后跟着一个巨型战斗机甲 你是警官 喂 我是天海市警官陈思燕 你就是无风 宝箱是在你们车上吗 陈思燕心中一惊 他是怎么知道车上有宝箱的 这宝箱里有什么好东西吗 原来你经过系统查询地点 发现宝箱正好刷新到车上 你反倒没有那么着急 这宝箱就暂时让他们保管 随便他们研究也打不开 既然宝箱刷新在你们手上 那就说明你们是有缘之人 如果宝箱打不开的话 欢迎随时来找我 站在房间享受姐妹花的按摩 系统突然响起 警告 宝箱已被他人开启 系统已标记开启之人位置 宿主可在24小时内追寻 卧槽 宝箱真的被打开了 你现在无暇享受姐妹花的按摩了 一六烟直接冲了出去 宝箱刷新到陈思燕身边后 竟然被意外开启了 原来十分钟以前 陈思燕正在客厅苦思冥想 如何去打开宝箱 正在这时 他想到了滴血认主的办法 不行 在身体上划开一个心伤口 确实会有破伤风的风险 但是陈思燕却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原来他这几天亲起来了 完全可以废无利用 经过一番操作宝箱开启了 正在这时你却突然闯进房间 获得武器锻造材料三个 丧尸病毒抗轻一支 丧尸病毒抗轻 使用之后体内将产生丧尸病毒抗体 不再受到丧尸病毒的感染 这简直就是漠视神器啊 服用这瓶丧尸病毒抗轻之后 能够和丧尸贴脸肉搏全权到落 想怎么战斗就能怎么战斗 当陈思燕看到桌面东西消失 直接怒了 骗子 给我还回来 陈思燕直接被你舔脚相加 不过却被你一招制服了 下一刻 你的目光落在了角落的纸巾 骤然间你恍然大悟 原来宝箱除了你能开启之外 只有颜值90分以上的 厨子之血才能打开宝箱 没想到你打开宝箱的方式 蛮独特的 你也是觉醒者吧 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一样东西 我的天赋异能是双眼变异 能够看到目标红色弱点 使得我的射击精准度大幅提高 你是什么等级 为什么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弱点 我是三级觉醒者 被你这种渣男突破到三级 还真是老天无眼啊 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 该赶我东西了 你随后从储物空间中掏出一个物品 人给了他直接一溜烟走 陈思燕蒙圈状态刚刚回过身 低下头注视手中的物品 一件超大号的黑色纹胸 可恶的无风 你死定了 第二天早上 陈思燕去小区门口巡逻 却看见江出雪在外面击杀丧尸 看到其能力后 陈思燕下定决心要把小雪拉拢过来 你好 请问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我们团队都是姐妹 可以互相帮助不受男人欺辱 没兴趣 这时你却来到江出雪的旁边 陈思燕身后的女团都忍不住 小哥哥 你的腹肌好好看哦 等会可以来找我聊聊人生 我的房间号是三百零二 哦你这样 人家想要和你来一局 紧张刺激的七胜召唤对局 好不好吗 姑娘们请自重 你们这些女生 能不能矜持点 陈思燕心里一万个卧槽 这些花痴姐妹们一个比一个放浪心海 就这股浪静 划船都可以不用讲了 陈思燕顿时气的不打你出来 都给我闭嘴 你们想干什么 思燕 我们昨晚都已经坦诚相见了 为什么还要假装如此生疏 莫非是这几天月事来了 心情不佳 可以多喝点热水哦 你一脸真诚的表演 让陈思燕的姐妹吃了大瓜 天啊 陈姐你们俩昨晚该啥了 发展到最后一步了吗 陈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快快交代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楼上的僵出下透过窗户 看到了楼下发生的情况 这么多阴阴艳艳主动投怀送抱 哪个男人见了会不动心啊 敌人的火力太过凶猛了 我和静姐两人难以支撑 要是再多个姐妹分担一下就好了 如果姐姐能够接受的话 陈思燕带着姐妹在外面打僵尸 却没想到遇到个硬查子巨型僵尸 你们快跑 再晚就来不及了 陈姐 看不起谁呢 要死也得死再一块 下一秒僵尸直接朝他们过来 未知和恐惧感让其瑟瑟发动 这是远处传来的一个声音 叫主人 陈思燕觉得临死前出现幻觉了 竟然能听见你这个渣男的声音了 不料你却直接冲到陈思燕等人面前 拿出合金战刀 一招直接将将之秒了 打完葬事后 你帅气地来到陈思燕面前 他突然想起一个老者对他说过话 小姑娘 你的恋爱恼很严重 感情线跌宕起伏 只要你挺过去就能遇见白马王子 他会在关键时刻拯救你 那时候千万不可犹豫矜持 一定要主动出击抢战先机 想到这 陈思燕脸色血红难以七尺 所以这一刻他准备主动出击 主人 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我时刻等候你的召唤 陈思燕一旁的姐妹瞬间傻了 英姿飒爽的陈姐 怎么变为了这副模样 好的 我知道了 主人 你今天有点怪怪的 怪帅气的 把人家迷得不要不要的 你也差点人地实话 这恋爱脑真是恐怖啊 主人 我除了觉醒天赋之外 还有个超能力没和你说 哦 是什么超能力 有什么特殊作用 超级喜欢你 你听到后直接一溜烟跑了 恋爱脑家土味情话 这谁受得了啊 此刻这通过窗户 看陈思燕等人的想象 直接慌了 静姐 你看到没有 敌人来势汹汹火力凶猛 这可不行 那你说说 我们该怎么办 江初夏眼珠子转了转 似乎想到什么 却欲言又止 最终鼓足了勇气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三个人 赵静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 这实在是太羞耻了 真的要这样做吗 怎么可能进行得下去 你看那陈思燕 妥妥的恋爱脑 绝对动真心了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 恐怕阿风的魂 都快被他们这群 妖艳小货勾走了 那好吧 什么时候开始 择日不如撞日 今晚就开始吧 与此同时 贴在墙角偷听的萌萌 得知了两女今晚的行动 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一溜烟直接跑过来找你 萌萌 你说的是真的 干得漂亮 他俩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晚上 无风哥哥 那你想不想把陈姐姐也给拿下 萌萌可以帮忙的 身为老王家的女儿 做人为乐哪天 金帝一之事 你却摇了摇头 还是决定婉拒 恋爱脑会传染的 还是小心点好 没事 哥哥你这么厉害 根本不用担心的 可萌萌交接结束以后 你便开着基地车出去寻找 突然一个东西被你车撞飞了 发现野生脏筋道保佑一只 喜欢偷窃宝物和金币 击杀后可获得大量金币和宝物 虽然基地车撞了一下 但是这家伙还是战斗力失强 你下车拿着你的合金战斗 上去一阵狂轰乱炸 藏金道保佑原地隔屁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藏金道保佑 获得金币五万 召唤卡五张 不错不错 金币暴涨到了五万三千多 距离自己建造基地的目标 更近了一步 回到家后 两位女神却在门口迎接你回来 欢迎回来 风哥 我们是不是该休息了 你的眼神打扰着两人 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步 今晚就有我们一起睡吧 这不太好吧 得了吧 你可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到底答不答应 既然如此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随后三人进入房间 月色迷人 窗影摇曳 蝶影交加 另一边陈思燕将所有的姐妹 集合在一块 宣布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决定投靠无风主人 加入他们的团队之中 你们对此的态度如何 此话一出 众人全都沸腾了 陈杰你终于想通了 明智的选择 陈杰总算是开窍了 见到大家这么高兴 陈思燕还是忍不住暗暗开心 第二天早上 江初夏和赵敬两人相互搀扶出门的 本以为一加一的效果远大于二 可忘了没想到 三阶觉醒者体质难以想象 正在这时陈思燕带着黄玉瑶过来了 我今天是来投靠主人的 请您收下我们吧 听此你直接愣住了 突然之间 却发现萌萌正在对自己施眼色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王家女儿的功劳啊 那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我是男人而你们是女人 我可保证不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哦 真讨厌 不就是事情吗 要不今晚您老就开始翻牌子吧 好了 都矜持点 女孩子家家的 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这么一群娇滴滴的美女 傻子才会拱手让人 你决定把这群人归拢一下 组织创建立牌 使用后可选择目标对象 成员若怀有异心 系统则会向宿主发出警告 加入方式 滴血认主 是否消耗金币5000 兑换组织创建令牌 进行兑换 白光一闪 你手中多出来一块令牌 这是组织创建令牌 能够增强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 提升大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避免出现叛徒 一会你就将几人全部加入组织之中 然后你又将组织名字叫水光 现在组织已经正式成立了 我作为组织的首领 任何人都必须听从命令 每个人每天都必须猎杀 至少十只普通丧尸 等会我会让你们所有人 都成为觉醒者 拥有和丧尸战斗的力量 此话一出 众人目瞪口呆 无比震惊 觉醒在你口中怎么那么简单 一会你们一个一个来我房间 我帮助你们觉醒 原来是这样帮我们觉醒啊 首领大人好坏 要不让我第一个去吧 好吧 那你就跟着我来吧 你俩进入房间之后 你直接开启系统商城 洞察之眼 使用之后可洞察指定目标的具体信息 是否消耗金币三千 兑换技能洞察之眼 是 兑换成功后 正当你准备帮助黄玉瑶觉醒时 却发现这小妞自己躺藏上了 你在做什么 赶紧给我扎好 现在我要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然后觉醒天赋异能 你心念一动 使用了洞察之眼 黄玉瑶 颜值92 身体完毕之身 综合潜力 80 可通过吞噬金盒成功觉醒 你直接拿出一枚二阶金盒 让黄玉瑶吞了下去 黄玉瑶80点综合潜力 属于优秀级别 已经算是十分稀少的了 黄玉瑶觉醒的是治疗天赋 可以帮助自己或他人 快速愈合伤口 这个技能可是漠视神器啊 好了 回去之后 请假练习吧 有不同的地方可以来问我 你出去之后 把第二个人叫进来 大家依次觉醒 让姐妹一个一个的进入房间 方便你给他们检查身体觉醒天赋 当黄玉瑶走出房间后 姐妹团盾十眼放金光 奇怪 她怎么没有扶墙而出 走路也不是一拳一拐的 难不成首领大人不行了 可是当黄玉瑶抬头那一刻 众人发现她身上散发雾气 一圈淡蓝色的水团凭空浮现 原来是觉醒成功了 四个小时后 陈思燕姐妹团全部觉醒成功 每个人都拥有了天赋异能 将初夏和赵敬两人站在原地 想着你该不会是忘了他们吧 放心吧 我可一直记着你们呢 你们可是压轴出场的 希望能觉醒个强大的天赋异能 将初夏 颜值九十三 身体破壁之身无风 综合潜力九十 对于宿主无比信赖与崇拜 就她这傻乎乎的模样 竟然有九十点的综合潜力 系统该不会弄错了吧 十分钟后 一缕红色的烈焰腾空而出 她围绕着将初夏其浪汤 姐姐将出血 觉醒兵元素之力 性情高冷镇静 妹妹将初夏 觉醒火元素之力 性格热情开朗 同时拥有的话 直接就能到冰火两重天了 接下来就还剩赵敬了 姓名赵敬 颜值九十五 身体破壁之身无风 综合潜力九十五 想要给宿主生儿育女 愿意为了宿主牺牲一切 见此你彻底绷不住了 又来了个九十五点 综合潜力的超级天才 比将初夏还要高 十分钟以后 赵敬五官变得娇艳魅火 身材也变得更加火辣劲包 真的好美啊 你竟然一时尽失了神 自己堂堂三接的觉醒者 竟然被一个刚觉醒的女人 给泥住了 赵敬 觉醒天赋 魅魔之体 可利用自身魅力 迷住目标 成为忠诚的手下 最后全体成员都成为了觉醒者 虽然人数不多 但个个都是精锐 既然你们所有人都觉醒了 现在 我做出一些布置 第一 组织三十名成员 分为三个队伍 分别又将初学姐妹 陈思燕 以及赵敬代理 第二 为了你们的安全起见 每个队伍 我会派一个一技守卫跟随 第三 外出过程中 如果遇到合适的女性幸存者 也可考虑将其收纳进来 但要注意的是 影子高 身材好 有特色 下一刻 三个巨大机甲出现 一技守卫 002号 003号 004号 前来报到 好了时候也不早了 你们准备一下 出发打丧尸 没打掉一个普通丧尸 你可获得一到十不等金币 这下金币数量直线上升 等到所有人都出发 蒙蒙可怜巴巴的抬起头望着 哥哥 你要出去吗 蒙蒙怎么办 你瞬间回过神来 还有蒙蒙吗 怎么把他给忘了 你直接对蒙蒙使用了洞察之影 姓名 王蒙蒙 颜值96 综合潜力98 万万没想到 蒙蒙的潜力值竟然高达98点 合着他才是隐藏大佬了 蒙蒙 你想不想和姐姐们一样 也成为觉醒者呀 我当然要 这样就可以猎杀丧尸保护哥哥 然后你直接帮助蒙蒙觉醒 可是出乎你意料的是 蒙蒙竟然觉醒了万中无一的精神内心 姓名 王蒙蒙 觉醒天赋 精神念力 精神力与念力的结合 可听到目标新声 意念控物 催眠目标 精神冲击 心灵交流 这个技能要是运用得到 绝对是一大力气 蒙蒙真棒 以后哥哥就靠你了 创立了姐妹团取名曙光 有你亲身挑选的女神 带队打丧尸 此刻将出血姐妹面前 有一个巨大的丧尸 正朝着姐妹团走过来 寒冰之力 将出血十分不断 立刻使用出了冰原素之力 将她的双腿动静 扛到烈焰 将出下解决起 红色的烈焰身 冰火两重天 极致地融化 你都有点羡慕丧尸的体验了 当幸存者看到 全是有女性觉醒者队伍之时 个个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女生在末世之中这么猛的吗 她们纷纷向街上挺进的姐妹团求救 美女们救命啊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小姐姐 你们好厉害啊 我也可以变得和你们一样厉害嘛 众人纷纷开始呼救 有些人直接冲到她们面前 一脸期待地想要加入进来 大家好 我们是曙光组织 现在正在招收成员 条件很简单只有两个 一是模样漂亮的女性 二是要通过令牌的考验 欢迎大家勇烈加入 谢谢 其余幸存者听到这话 顿时不淡定啊 凭什么只招女人 这都漠视了 竟然还搞性别其事 不应该一视同仁吗 模样漂亮的女人 丑得不行吗 丑得吃你家大米了 一些冲刺而来的男性幸存者 气得脸色发青暴跳如雷 主要担心回家打不过觉醒者娘们 那才是真正的漠视 这时走过来一对母女 你好 我们母女俩可以吗 江初雪抬头望了过去 只见一对貌美如花的母女 弱弱地站在一旁 当然可以 江初雪当场就收下了这对母女 她们不正是你所说要求的人吗 这要是带回去 肯定会让你乐不思蜀 Excuse me 请问我符合条件吗 一位欧美混血女孩询问道 微微起伏 令人难以挪开视线 必须行 为国争光就在此刻 这一会功夫江初雪就为你 招收了十几个姐妹团成员 新进来的伙伴 我需要说明一下 你们目前只是达到了第一个条件 还需要通过令牌的考验之后 才能正式成为我们曙光组织的成员 我们的首领大人是一位男性觉醒者 所有人必须服从命令和指挥 如果你们接受不了的话 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听到江初雪的话后 新加入的女性顿时不淡定 你们不是全由女性觉醒者构成的组织吗 怎么首领是男性 对啊 万一他提出邪恶的要求 我们也必须要服从嘛 我们需要的是自愿加入组织的成员 绝对不会强迫你们 要是不愿意的话 也祝你们今后一切顺利 江初雪的话音刚落 演出就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声 一只身高五米的二阶巅峰的巨型丧尸 他的肌肤是青灰色的 浑身肌肉盘球高高鼓起 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 所有的幸存者们如临大敌 各个惊恐万分 一击守卫零二号 使用指导飞弹 击杀巨型丧尸 江初雪灵又不止 傲然抬头凝视 一脸淡然的下达命运 紧接着 一击守卫动啊 剧倒炮弹生气而呼 静直朝着巨型丧尸飞去 炮弹机二连三击中巨型丧尸 发出密集的爆炸响声 丧尸直接倒立当场 在场的所有幸存者 亲眼见证了这一幕 各个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就凭这实力 满满的安全感 还用考虑个屁啊 人家首领会吐你啥 吐你不洗澡 吐你味道大 还是吐你恶扁的豆干 此时又有一大伯人 要加入姐妹团之中 小女子能歌善舞 擅长做饭 不知可否加入 我会吹拉弹唱 精通乐器 能否入各位姐姐的法眼 四个女大学生 接不接 看到如此场景后 远在一旁看热闹的人 嘴都笑歪了 此刻姐妹团敲响你的房门 给你汇报工作 曙光一队 今日斩杀丧尸356只 招收新成员8名 二队斩杀423只 招收12人 三队斩杀555只 招收21人 战绩不错 一队获得积分825点 二队获得积分1248点 三队获得积分2182点 都说说吧 你们有什么 想拿积分兑换的物品吗 先存着吧 我还没想好要换什么 人家已经决定好了 今晚就要使用500点积分 兑换能够和你在一起的资格 哎呀 看来四爷妹妹已经迫不及待了 四爷妹妹如果撑不住的话 也可以喊我们来帮忙哦 我们绝对不会笑话你的 对于赵靖的调侃 陈思燕非但没有半点凶脑 反而满眼期待地说道 我给风哥准备了小惊喜 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 今晚过后 我们三人就是正式的姐妹了 陈思燕这话 把他们给整不会了 只能感慨恋爱脑是真可怕 连休耻心都没有了 你们都听见了 不是我主动招惹的 是人家自己强烈要求兑换的 我身为组织首领 必须得说到做到啊 当你和陈思燕来到房间 却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电灯口 黄玉瑶 你怎么在这 你在搞什么飞机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惊喜 开不开心 你恍然大悟面露狂喜 谁说恋爱脑不好的 如此体贴上哪找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当你和陈思燕黄玉瑶来到客厅 江家姐妹和赵靖早已在等候 恭喜思燕姐得偿所愿 恭喜玉瑶梦想成真 他们可是发自内心地送出祝福 一路走来 陈思燕带领着大家艰难求生 吃尽了苦头极其辛苦 新加入的成云 已经全部聚集在一块了 开始觉醒仪式吧 好的 我现在就开始 房间内 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苏荣荣 颜值 83 性格特点 重度颜控患者 目前被宿主的颜值所深深吸引 潜力过关 使用一些经合觉醒 经过一上午的觉醒 招来的人综合潜力 也悉数平常 没几个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天才人物 不过转念一想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将初夏姐妹 赵静 陈思燕 萌萌等人 可是系统选定的对象 其他人怎么可能比得上呢 但最后这一位 却让你眼睛直冒光 卡蒂 颜值 89 一阶觉醒者 觉醒天赋 隐身 性格特点 虎辣热情非常主动 目前被宿主所折服 准备今晚夜席宿主 卡蒂的觉醒天赋十分有趣 竟然能够隐身 天啊 这是无数男人的梦想技能啊 还准备借此来夜席你 可惜他注定要失败了 今晚的你 是属于赵静和将出下的 最后51位新成员 留下来40位 目前曙光组织一共拥有70位成员 这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 创立好组织后 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 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你带着姐妹花等人来到卧室 你们先每人吞噬九枚一阶金河 达到一阶巅峰状态 然后再吞噬一枚二阶的金河 突破屏障 从而成为二阶觉醒者 按理来说 他们每个人吞噬一枚二阶金河 就能够成为二阶觉醒者 根本没必要浪费这九枚一阶金河 但他们可都是潜力值90点以上的天才 这是为未来打地鸡的关键时刻 开始吧 众女毫不犹豫地吞噬掉手中的金河 开始突破 将出下姐妹 一个寒气刺射 令人冷得瑟瑟发抖 另一个却烈焰深河 驱散寒冷带来温暖 陈思艳的眼中宛若星河 倒映着繁星点点十分绚烂 黄玉瑶的身旁 凝聚出一大团的蓝色水球 萌萌感觉有一股神奇的能量 笼罩着自己的全身 唯有照进突破时的动静最小 她的魅魔肢体火力全开 全身上下散发出无尽的魅力 半个小时后 众女终于觉醒成功 她们睁开双眼各个金光一闪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和之前相比强大了不少 我感觉自己能打十个 体内的异能总量翻了好几倍 能连续使用技能了 主人 我感觉自己的治疗能力又变强了 哪怕是很重的伤势 也能恢复 众人激动不已 谈论着自己的突破体会 你却发现江出雪 在静静地看着自己 目光十分火热 这妮子不会又膨胀了吧 又想和我比试一番 屁股又痒了 随后你心面一动 静止冲到她面前 一手将她拦腰抱住 另一只手则高高扬起 毫不留情地打了她一下臀部 江出雪回过神来 看到这么多人见到自己的酒态 脸蛋疼得一下血红无比 姐姐你这么大了 还被打屁股 羞不羞啊 其余几女 意味深长地看着江出雪 在她们看来 你迟早要将姐姐江出雪收入房中 只是不知为何 一直迟迟没有动手 当会你们出去时 把这个储物戒指带在手上 帮我多收点建材市场的原材料 你递出了五枚初级储物戒指 这可是花了大量金币兑换的 心疼得不得了 但是按照你的想法 不可能有的人有 而有的人却没有 正所谓 不换管而换不均 要么一个戒指都别给 要么就全都给 这才是避免后院失火的正确行为 太突然了 这么快就求婚 人家愿意了 请为我亲自戴上戒指 可以吗 无风哥哥 为什么萌萌没有戒指 萌萌也想要 萌萌乖 你就陪着哥哥外出历练 所以不需要戒指 他们都是要收集物资 所以才需要储物戒指 你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才放纵你带队外出 开始今天的历练 正当你准备带着萌萌外出时 有一个小姐姐正盯着你 她想加入你的团队 而她身后却跟着她的男友 她和男友是一对大学情侣 男友对她体贴如微 关怀备致 哪怕有时候自己的欲望爆棚了 可因为她轻飘飘的一句 我还没准备好 便会强行忍耐下去 去洗个冷水澡 或者靠自己 三年了 整整三年了 你知道她这三年 都是怎么过的吗 本以为这样尊重她 能够获得她的感动与爱意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背叛你自我感动 男友打死都想不到 她会准备投入你的怀抱 为什么背叛我 告诉我为什么 老娘都屈尊给你 做了三年的女朋友 整天屁事一大堆 天天粘着我烦得要死 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请放我离开 好吗 没想到男友一把抱住她 直接撞了墙 两人一块隔屁了 你没想到 出去寻个宝箱 竟然看到了 如此狗血的经典一幕 吃瓜看戏 走起走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